那个山上过来那一条水渠 叫水电站 山上出了那个山上的水 下来发电 另外一条印加古道 另外一条印加古道 少看大家一件 就是昨天那个 还记得路上碰见那几个 那两个台湾人 他们从那条线 然后订动后来这条线 那条线的终点呢 就从这个山底下来 就可以想象一下 那天你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从三天之水下到山下 两天后 这个山底走下来 那条线就 就真的是没法再报了 那种线 这种线要报的话 基本上全团都要退出了 退出率是百分之一 漫台山在哪里 漫台山是雪山那边 最尖的那个吗 对 最远的那个雪山 雪山前面还有一个湖 叫漫台湖 所以他们当时就找 这个叫马丘比丘 周围有一座山 然后存有个湖 然后有个遗址的地方 是存宝藏的 是雪最多的那里还是 那边那个最高峰 我慢弹 最高峰 那边的城墙 看见没有那边石头 都是在笔直的悬崖上面 看见没有 然后这边 右手边看见没有 石头全是用这种石头 把这些五层的地质结构 压在山上 你就想这个建筑工艺有多复杂 两边全是悬崖效益 咱们进城门了进城门 他们是盖好这个才变成党效的 对不对 不是盖好这个变成党效 是一直开始 就是为了这个墓地祭祀 和培聚的墓地 不断地在边坐 说这么一个东西 对边坐边在培聚 现在咱们要从农业区进入生活区了 原来是有房顶的 为什么是仓库 咱们到明天 奥烟太坦膜也能看到仓库 那么他们要保存 因为没有冰箱的条件下 要保存食物的种子和一些肉类 印加人是不怎么食用肉类的 他们就食用豚鼠 而且在重要的时期 重要的时候才会食用豚鼠 他们其实本身是不吃羊驼的 因为羊驼肚子里有掏虫 所以现在能够食用的羊驼就是 阿尔巴嘎就是那种 咱们昨天养育中心看到那种 脸萌萌的是吃的那种 那种羊驼 那种羊驼 而且要吃五岁以下 现在给你做的都是五岁以下的 超过五岁 肚子里会有掏虫 猪肉掏虫 羊肉也有 实际上没有 因为现在都一定是煮熟的 而且有一个现在是用五岁以下 就是小羊羔 不会用太大的羊驼 所以印加人搞不清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是不吃肉类的 是以素食为主 所以就是为什么 马丘比丘里面是没有厕所的 马丘比丘为什么要厕所呢 因为他们的粪便很干净 他们要排泄就跑到山上去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闹肚子情况 因为不食用肉类 只要食用蔬菜 所以呢 它粪便很干净 就跑到那边 农业区去排泄 本身就是一个肥料 那么还要保存植物的种子 和一些肉类 就是比如说祭祀的时候 要用到羊驼 要用到豚鼠肉 那么这些肉来来怎么做呢 这些食物怎么保存呢 就是利用这种仓库 这个仓库没有建筑的那么精细 中间是有一些粘合剂的 不像库斯科 石头之间没有粘合剂的 那么因为马丘比丘建筑条件有限 它在这个农业区 包括仓库这些地方 不是很重要的地方 中间是有粘合剂的 这个粘合剂呢 里面是有一些鸟蛋的蛋清 陶土 还有一些钙质 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沙土 还有一些碳灰 烧过木头的碳灰 混合成一种水泥 那么这种物质 虽然现在不是很好取得 因为东西太多 但是呢它是非常的坚固的 几百年这种水泥 现在水泥 中国的水泥只有七十年 其他地方可能秘鲁的 稍微长一点 那么水泥的保存时间 没有像这种天然的物质 合成的这种粘合剂 时间长 所以呢 这是它的仓库 只要上面有顶横的地方 晚上山峰吹进来 玉米的种子 可以保存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一年半之后 就没有食用价值 它风干之后 一年半没有食用价值 所以库斯科很多食物呢 它是新鲜玉米 风干之后再去煮 那么作为种子 还可以保存四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种子不会完全的 种子不会完全的 这个退化 失去它的效益 失去它的效力 种子还可以保存 玉米的种子 可以保存四年的时间 那么盐 咱们明明要去马拉斯盐田 用那边的盐 腌制的纯属肉 在这边可以保存十年的时间 完全风干 腌的肉干 可以保存十年的时间 不会腐烂 所以这是它一个天然的仓库 风往这边吹 来这边风干 清华火腿 腊肉 这是原来什么样子 没有垃圾桶 没有厕所 对呀 尽量保持原貌 现在有时候 这个马修比修 有一些什么私营机构 想在这边修宪护栏 都不要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你看到就是原貌 反正你不听话 你就摔死人了 对呀 去小区 来看一下后面一条河 那边有一条河 就乌鲁斑斑河 直接留下去 就是咱们昨天坐火车过那条河 火车道就是通过前面 通到最后一站 就是水电站村 水电站村 现在中国的一个公司 在那边修了一条公路 通过一个隧道 到水电站村 然后后面这一段 是不允许再修了 不允许再修了 就是到马修比修这边的 和这边咱们过来的这两边 到马修比修 直接到马修去 是不允许汽车过来的 最远只能到那个下一站 和昨天咱们走徒步 在前一站84公里 那么最后的一批 马修比修的这批人 就是顺着这条小路 你看这人家走得到 顺着这条小路 一直走到山下 顺着这条河 逃到热带雨云 所以这批最后 马修比修的这批人 到底最后在哪 谁都不知道 那么他们有个幸事 那个是可以走的是不是 那个是水电站下来的水管 走下来是那个山脊 不要说那个山脊 那边有小房子 有个白色的房子 那个平台 那是一个休息点 然后你就要走下来 感觉就好累哦 神经病 那是另外 我走过 我走过 我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 刚说我走过 我就是神经病 我昨天走的没这么累 那个山上 有盘山的 有盘山路 看见没有 然后你现在 现在往这边看 现在往这个右手 往我右手方向看 看见没有 看这边 看到这边 所有这些建筑 都是用石头压住的 看见没有 全是悬崖 全是悬崖 直接通到下面 全是悬崖 要把这个城市固定在山上 然后咱们这边 就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就是它的采石场 石料的来源 这就是石料的来源 就证明马丘比丘 这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石头不是山下来的 第二就是就地取材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些石头 就是天然风化 然后还说明 就是马丘比丘 还没有建完 采石场还堆在这边 没有石料还没有用完 好 咱们现在去 咱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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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咱们的向导也给他 咱们的向导是 是要跟他们当地的 搞好关系 也会给他带点水过来 人家一天怎么整个站的这一天也是 所以不是带点钱过来 不会 人家当地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腐败 那个 iPhone的那个 iPhone手机的那个指南针 有没有借我一个 iPhon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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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iPhone的 借我一个 指南针借我一个 iPhone的 Darri有没有 Darri有没有 那个指南针借我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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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我们正西 来 这边 哦 有转过吗 有转过吗 OK 高度两天 刚开不小心转过 这为什么不能转 哦 这当然是那个 南十字星 看到没有 不是说那么很精确了 但是因为 咱们这个GPS也有关系啊 这块石头就是按照天上南十字星 放下修的 这边是南 这边是北 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啊 东南西北 这个石头就是原来标记方向的 有好多客人说 哎 马丘比丘有什么好看的 全是破石头 你如果不讲 你都不知道他的石头是做什么用的啊 看见没有 东南西北 这边是南 这边是北 呃 这边是华纳比丘 这边是马丘比丘山 啊 这边是武曼台 这边是武曼台 啊 这个 东边是什么 谁知道 东边什么 东边是什么 知道不知道 西四岁 不是 东边是什么 看不到 不知道啊 那你说对了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 这边呢 是上到上面的叫酸日石 或者是叫日轨 啊 日轨 日轨 现在不开放的啊 是没法上的 现在不开放 那么 日轨是什么 一块大石头 它上面有一块方形的石头 嗯 这方形的石头呢 这边是东 刚才看到的这块石头 对的 这边是东 那么我那天讲过了 南回归线 赤道 咱们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太阳呢 有时候从这边升起来 有时候从这边升起来 如果在台湾的话 太阳基本上 就从东南方升起来 所以它怎么来判断方向 那个日轨 日轨 从太阳 如果从这个方向升起来 六七八九 你看现在太阳 是在这个方向 刚刚上来的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 然后反过来 一二三四六 这是用来判断 他们的日轨 用来判断 湛阳从哪边升起来的 你别放心 那在一年的二个月 以前的印加历 是十三个月 每个月是二十八天 后来的 现在后来的改成十二个月 所以的印加历 咱们的历也不一样 今年大家是印加历 五千一百 五千一百六十多年 五千一百六十多年 今天咱们的太阳纪 昨天 昨天咱们走徒步的是 印加帝国 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昨天是元月一号 因为我那天说了 冬至的那一天 后一天 冬至那一天 是最后一天 昨天是刚好 印加历的第一天 新年的一月一号 咱们走了徒步 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上面那个日轨 有一个小的斜坡 以前日轨在二零 这个有 OK 只能看到这个 来看一下 这是他日轨 这是他日轨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反方向照过来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 通过这个方向 来看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小角 现在被砸掉了 2001年 秘鲁最出名的啤酒 叫库斯哥人啤酒 古斯基尼亚 当时拍摄广告的时候 那个摄影器材掉下来 把这个小角给砸掉了 政府当时只让他赔了 一百五十万美元 只赔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在二零 在二零零七年 马丘比丘被选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 之前我就来过很多次 那个时候你在马丘比丘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乱爬 包括这个日美 你都可以爬上去 蹲在上面拍照 后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 你能进入的地方越来越小 疫情之后呢 就在规定的路线越来越细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每一次来都是规划越来越细 因为他要保护 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每天五千五百人 原来只有七百万常住 现在每天五千五百人 在这边踩来踩去 所以这个遗址 如果不保护起来的话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样 不是说我没去到这边 他都是有时段保护 你过一会儿 哪让你上 过一会儿不让你上 这个没有办法 日轨 日轨或者叫酸日车 在这个顶上 现在不让上 OK 好 那么主神殿 这是宇宙造物主 叫什么来的 考试 都忘了 这么快就忘了 宇宙造物主 众神之神 那边是因为地质的问题 塌陷了一些 这边叫三窗神殿 三窗神殿 代表三个空间 三窗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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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空间准事 木桩 放上木桩 能不能膨胀 其实是膨胀不了的 那么他们怎么做膨胀 怎么来分石头呢 你就可以看到后面 咱们背后这块石头 其实在分化的形成中 已经实现了 这种不规则的线条 看到没有 已经有这些裂缝 它只要把这个石头砸出来 稍微打磨再拼回去就好 所以这块石头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硬不需要 硬不是需要 还要人工去把这个石头分开 推拉 然后把这两块石头磨平之后 粘在一起 所以这个石头也没有完全剪完 这块石头也是没有完全剪成的 我现在特别怕下楼 下楼好痛啊 看看这边有没有四毛鼠 这么大太阳没有不会再转 不会在这边摔太阳 什么鼠 什么鼠 四毛鼠 四毛鼠 一种马丘比丘 一种马丘比丘 钻鼠的 一种马丘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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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一点有 现在太阳太大了 不考虑 走起来 如果咱们在马丘比丘 咱们后面能听到 如果在马丘比丘 你看到一种动物 又像兔子 又像松鼠 这也是马丘比丘 一种特有的小动物 叫做丝毛鼠 丝就是蚕丝的丝 毛就是毛皮的毛 经常会趴在这 现在就没看到 早上会趴在这边 因为早上水气比较大 它过来晒自己的毛 丝毛鼠的这个纤维 也是像马海毛一样 或者叫这个 安格拉山羊的羊毛一样 非常的细 丝毛鼠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上半身像兔子 下半身像松鼠 它有长长的耳朵 然后到肚子 然后后面呢 兔子没有尾巴 它的尾巴很长 它的尾巴占了身体的一半 所以呢 叫丝毛鼠 一半是松鼠 一半是 好 每年7月28号 以前有一个游客 在秘鲁国庆节 7月28号的时候 正午12点 他突然在这唱秘鲁国歌 然后后来 7月28号 突然在这边唱秘鲁国歌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 马丘比丘一个传统 每年7月28号正午12点 所有导游有可停下来 然后在这边 唱国歌 演奏秘鲁国歌 那么在秘鲁演奏国歌的时候 在这个中央广场上 奏乐 在这边奏乐 整个马丘比丘都能听得见 这边山顶上 那个守卫田有国旗 中间有国旗 环纳比丘顶上有国旗 这个日轨顶上有国旗 树国旗 全部人 全部人都可以听得到 为什么呢 这个广场就是他们当年活动的一个广场 我在这儿 当时没有麦克风 没有音箱 怎么来 我现在讲话你们都听得见 怎么来让整个马丘比丘的人都听到 来听一下 有 可是我们有带耳机啊 你把耳机摘掉嘛 再来一次 有有回音 回音声非常的大 天然的这么一个音响效果 你在这边演奏 这个乐队不需要 因为马丘比丘没法接电 你在这边乐队演奏秘鲁国歌 整个马丘比丘遗址里面都可以听得到 天然的 酷 中间有一块大石头 1978年 意味着迎接西班牙国王 虎安卡洛斯来拜访直升飞机 那时候以前马丘比丘还有热气球直升机 为了降他的直升机 把那块石头卡给砍掉了 然后呢 所以 西班牙人是不仅之前殖民了 然后后来对秘鲁也进行破坏 我这个位置你要站到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和后面这个山峰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看到没有 和后那个山峰是吻合的 这不是守卫厅啊 这两个小亭子原来是可以进去休息的 先说不让进了 你可以到这个亭子门口 你到这边来 哇 早上七点一批两百人 十点一批两百人 一共两批一人 现在已经清场了啊 右手这边的门是进门的 在这边你还要拿护照 还要你拿门票上面写着 我爱拿笔丑的才能上去 这边门口你要写着你自己的名字 自己写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你的年龄 然后博集 之后签一个名 然后再写一个入场时间 然后你就往上爬 爬上去 我现在上这个山顶 从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看到 我一行之间上 那个最后一次上去 是一行之后 目前还没有传组上去 如果一个上去 三十五分钟 咱们当地一下 这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上去的时间 他们当地人 还很快 最快的35分钟 现在下山的最快记录 只要四秒钟就可以下来 滚下来 滚下来 然后呢 你到时间从这边进去 然后到时间下山 他最后会查那个签名簿 谁没有下来签名 从这个左手边的门下来 还要再签一次名 谁没有签名 他那个向导要在山上 再重新找遍 他那个山顶上 整天有一个向导 在上面坐着 他下山的时候 要全部整理一遍 把所有人全部赶下来 不能在上面留人 一会儿十二点左右 他就这个门就彻底关了 下午是不开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 要 这个 这个门票 为什么卖那么快 这么多人目明 要爬这个华纳比丘 这座山 为什么 因为你从 你爬上这座山之后 再从这个方向 拍马丘比丘 这张照片你翻过来 把这个照片倒过来 一百八十度 是一只 展翅飞翔的山鹰 哦 这个马丘比丘 像上一只山鹰 如果你正着看呢 又像一个 又像一个什么 反正 当地向导说 你到底想看出什么样 要看你吸了什么东西 吸了多少量 我看的又像兔子 有人说像山鹰 反正 你想像什么就像什么 你想像什么就像什么 其实没有一个 对 他们当地向导说 我能不能看出来 我怎么看不出来 跟你没吸 你如果吸个什么东西 你能让过一个 他把人家的教育就行了 到处都是排水区 不会踩到水 好多排水区 刚才山上下来的水 会混着顺着这个排水区 你走的 你看他走过了下一步 他是不会踩到水的 哦排水区 现在一下雨 中国的这些城市 哦排水区 就下多大的雨 城市里不会击 排水区 水都是胜利的 可以排出去 所有这些排水 是暗藏在石头里面 或者暗藏在你每一步之间 你下的每一步之间 全部都是暗藏的 这些排水 是现在过了500年 就算现在的天气 也完全可以胜任 完全完好的一个排水系统 你就想想 当年做的都精确 已经考虑到后面发生的各种情况 来这边看一下 左手边这个石头 又有三个阶梯 看见没有 一二三三个阶梯 又是祭祀用的 那么他们会在正午的时分 太阳从那边射出来 然后对着太阳神 尽量祭祀 那么 这边这个门呢 还有个难起来了 老有人去那边 这个门的高度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 他们身高的高度 并不高 1.8公尺 他们的身高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门 对他们来说是足够的 跟太阳神殿一样 马丘比丘的这些房间 完全没有规则 完全没有规则 但是 借我一下 借我一下这个位置 虽然房子没有规则 但是来到我这边来看 但是他房子和房子之间的窗户 是可以对的 看见没有 这个房子可以对到上面的窗户 有有有有 看到没有 这边呢 是可以对到另外一个窗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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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比较清楚 看到下面一个房子 上面一层的房子的窗户 再对到再上面一层房子的窗户 窗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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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那个草啊 铺一张床 然后不要来休息 没有太多的家具 没有什么家具 没有太多的私人物 里面很良好 里面比较良好 哦 在这边 在这边 哦 因为毕竟两屋 刚才刚才两屋 对 你这两屋 可以两屋 可以两屋 对对对对 是不是像鹰 不管我们的蟑螂 不用说 一看就知道像鹰 对不对 来咱们看一下啊 下面是鹰的翅膀 下面是鹰的翅膀 下面是鹰的头 山鹰的头 哦 这是头 这个男生 脖子一圈 鹰也是村旧的一类啊 那么 脖子一圈呢是羽毛 在上面宰杀羊驼以后 羊驼的血会流到这个嘴前面 来喂食这个山鹰 让山鹰更有力量 你们可以看到上面那些窗户比较长 那些是放木乃姨的 放木乃姨的 它不是放神龛的 它在下面这个小山洞里 会制作一些制作木乃姨 最利器来放 对贵族再说一遍 统治者贵族印家王 这种高阶层的人士 祭司才会被做成木乃姨 普通人不会被做成木乃姨的 鹰的翅膀 再讲一下鹰的翅膀 鹰的头 两个眼睛 宰杀羊驼血流进来 捕食山鹰 前面是一圈白色的羽毛 这个羽毛主要是为了防止 秃鹿这类动物 深入到动物的这个 鹰是 秃鹿是非常爱干净的动物 非常干净的动物 它羽毛要经常清洗药护理 它虽然吃的是腐蚀 它那圈羽毛就是保持身体上的干净 那么为什么要祭祀山鹰 因此人认为人死了之后 是由羊驼把你带到 去向地下的入口 进入地下的入口之后 那天说了三条河 天上的银河 地上的鹿 帮忙和地下一条流生雪的河 到了地下这条河以后 你怎么才能过去 要有狗把你拉过去 现在就说的立马 说的为什么那么多狗 秘鲁人是不会欺负狗的 尤其是黑狗 黑狗是最重要的狗 黑狗会把你带过流生雪这条河 不管什么样的狗 反正会只有狗 才能把你带过流生雪这条河 如果你平生欺负个狗 像我这样的 我是不能转世的 狗是不会带我过这条河 那我的灵魂是飘荡在山里头 所以他们走山路的时候 要唱山歌 要唱歌 用声音去驱赶 要不然飘荡的灵魂就会寄居在活的人身上 所以你就不能转世了 所以带过流生雪的这条河之后 由山鹰把你从地下的空间 哈南八恰 该八恰 乌古八恰 从乌古八恰 拖到哈南八恰上面 翻过天上的银河 再回到地上 三道轮回转世 但是转世之后 你不一定转世成人或者动物 咱们讲转世成可以转世成人和动物 印加人认为可以转世成石头或者一座山 他们没有一个限制 说你不要转世成一个活物 你也可以转世作为一个山峰 也可以转世作为一个岛 也可以转世作为一个什么建筑之类的 或者一个象征 没有说你的三道轮回转世之后 一定是变成动物或者重新变成人 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所以在这边祭祀山鹰 让山鹰有力量 在杀羊驼喝完血以后 有力量完成三道轮回的转世 好 大家有福 大家有福 不是我的福 来看一下印加湖水 其实刚才咱们看到是没有水的 原源不断 大家把重新的水远源不断 山上流下来 昨天咱们爬那个328个台阶的时候 就看到那边是干的 基本还有水流下来 横层的摔打 不正的净化 下面就是净化 一层先净化 所以再说一件印加人是不喝死水的 他喝的水里咱们要干净之多 永远喝过水 那再干净的水呢 咱们生活在城市里 尝的也不适应 所以下面那个水流出来 一会儿下面可以提起点心手 不要喝 千万不要喝 可以 面致你的烧位不喝 这会儿没让人家为怎么用 这个水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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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172年 上午的導覽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先去用餐 下午進行另一條路線導覽 離開前再看一眼壯觀的馬丘比丘梯田 更多精彩內容不要錯過哦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